我有接過非常多的影片 我也拍過非常多的劇組側拍 但是這是我第一次拍到鏡頭遮光照爆掉了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分享第一大部分 就是我開心分享什麼就分享什麼的部分 Day 1 第一天晚上攝影組就把所有的器材 該放的全部都放到車上 然後我們就在大暴雨中前往彰化 到了彰化攝影組就把攝影器材全部組裝起來 攝影師跟導演組在確定最後分鏡的部分 第一天正式拍攝我們六點早上起床 大家都整理好吃完早餐之後 我們前往第一個場景 雜貨店 那我覺得美術組超級厲害 不只他的現場要配合拍攝的內容來去做調整 如果你NG啊 或者是你要翻面拍另外一個角度的話 他們全部的美術道具全部都要恢復 我覺得這個是超級厲害 背景不管是一瓶飲料一小包糖果 全部美術組都要處理 確保每一顆鏡頭都可以聯繫 剛完成中國科技大學散燕畢業製作的開鏡儀式 早上還拍完了這一個超級特別的雜貨店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待會應該就是要出外景了 第一天最累的應該就是演員呢 演員就這樣子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 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 今天超早結束 現在才五點鐘 太陽都還在天空上面 我們這間房間四個人各種充電設備還有電池 全部都在這裡 第二天結束 Day3拍攝第二天 早上就開始有廟會在我們前面 所以我們還要再稍等一下才能開始拍攝 小力一點然後要看它這樣子 我覺得中間加工在拍攝比較不像針對你 對這個動畫場幹嘛就幹嘛 然後你等一下走路想幹嘛就幹嘛 YAY 大家都開始跑了起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要翻一下面 追一下太陽 像太陽這種東西就是 隨緣 我覺得製片非常的忙 像是 還要去擋車啊 打摩托車 這都是製片要用的 那如果外面有人在大聲的聊天 也要製片去幫忙 那 我覺得真的是超累 他們就要放下身段 然後就 欸 不好意思 我們在拍片 導演組跟演員都非常的厲害 導演可以把演員倒得非常的入戲 那演員呢 他說哭就哭 超級厲害 我應該是沒有辦法辦到 但是你叫我笑 我可以笑 晚上我們到大樹下拍攝 整個場景是 超黑 完全看不到東西的 但是燈光組超級厲害 他們架起所有的大燈 把這個場景打得超亮 那因為攝影機的限制 所以要打得比 平常又更亮一點 再來第三天結束 現在已經快要一點多了 該時間睡覺咧 Day 4 第三天拍攝 所以攝影組就出去拍空間 那待會我們就要去水田裡拍攝囉 接著我們到夜戲的部分 那我們也是在田中間 但是真的 伸手不見五指 你用A7S各種神機 你是真的是拍不到任何東西的 真的是超黑 燈光組好像在變魔術一樣 打亮不只演員 整條道路 整片田全部都亮了起來 感覺好像旁邊有路燈的感覺 但是我們在田中間 怎麼會有路燈 我們直接無中生有 超猛 大家下田之後鞋子都超髒 但是為了故事的傳達 鞋子超髒 根本就不算什麼 第四天拍攝的有點晚 現在已經兩點多了 我還沒洗澡 還在過檔案 Day 5 第四天拍攝 造型組化的妝其實都不會太浮誇 因為我們拍攝的內容 都在現實世界 造型組也需要一直去注意頭髮的部分 因為每一個演員動一下 頭髮可能就會不聯繫 所以他們頭髮就會一直被噴 髮膠 他們頭髮應該是硬梆梆 成影組錄製了非常多軌道的影響 那在後置的空間也會非常的方便 因為每一個人身上都有小麥克風 還有Bookman的麥克風 所以你後面只需要挑選你需要的聲音 加一點環境音 再加一點背景音樂 Yeah 讚讚 第五天的散燕拍攝 攝影組跟燈光組超累的 因為今天都在三合院裡面拍 然後拍攝都要一直翻面 就是兩邊一直拍 這樣子 超累 所以攝影組要一直瞧鏡位 燈光組的橋燈位 重點是速度還要很快 因為天空 要一直搶光 嗯 很棒 我們帶你去吃東西 彰化第五天 雖然我們所有的戲都在三合院裡面解決 但是我們還是拍攝到了12點多 現在已經1點多 Day 6 拍攝第五天 接著我們要來拍攝室內場景的部分 那我們想要呈現太陽光的感覺 那太陽光是平行光 所以照近每一個窗戶 應該影子的角度是一模一樣的 那我們要怎麼樣呈現這樣的效果呢 那我們就在外面幾乎每一個窗戶都架設一盞燈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創造太陽光的效果 走 breakthroughING 我們在田中央拍攝的非常非常久 我們在等太陽下山的畫面 這就是對作品的堅持 你當然可以在後製的時候 隨便加一顆假太陽上去 但這就是對作品的堅持 頭髮超厲害耶 拍到晚上還翹翹 9點45分,只剩兩顆空鏡頭 好 所以拍完那兩個空鏡頭 我們差不多就在10點半左右 結束拍攝 Day7,拍攝第六天 在拍攝室內吃飯的部分 燈光組又可以把燈 用各種工具架到非常神奇的地方 他們根本就是魔術師吧 一掃 阿公還在,我剛好看到他啊 然後呢 好,三一號 好 好看 來,這顆果 電屁 Yeah,最後一天殺青了 我們準備要拍殺青照 然後就回台北了 太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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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 好看 Check it out Ok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